进行台湾矽谷北部唯一的科学园区 清华大学占尽地利之变 不少学生毕业后直接走进竹科 成为台湾科技业扬名国际的关键推手 1111人领银行主办研发替代艺真材活动 吸引大批学子到场填写资料登陆 学生一定是我们特别精挑戏选的 所以在校园中我们可以找到 真的非常具有潜力的人才 研发替代艺跟产业训除的制度 因为规定一难必须要在公司 目前是服役三年的状况 所以对于人才稳定的场 这个永续的培养的部分 我们觉得是占功可没的一个角色 企业研发替代艺以及产业训除人员 今年起资格放宽 原本硕士以上学历规定 现在只要赴学士以上都能够提出申请 后续经过内政部议政署核定 再透过企业征选 就有机会在服役阶段 抢先规划未来 也许每一个产业训除 或研发替代的同学 毕业之后进入了不同的公司 甚至同一个公司 他们在当兵的第二年或第三年 他们薪资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随着个人的表现 还有市场的机制 公司的获利都会有所调整 所以在服役方面所释出的 就哪怕是说我现在正在服役 但是他薪资可能比他同学退伍之后 找到的工作还要好 薪水还要好 因为他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有了业界的工作经验 所以这就很不一样 所以在这么多的薪资跟福利 加分的情况底下 那么不但是对于参加 产业训除或研发替代的同学 荷包可以比较满 而且对于未来求职 转换他们的工作职能 也会加强 超过520家厂商 每年实际收入资本额突破兆元 进入科学园区 人才需求不减 虽然整体经济进入下一波景气循环 但科技业讲求创新 找到新的know how 就能开启无限的可能 难怪到场学生每个都是精神异议 准备叙事待发 一一TV令志远王一祥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